来吧 这篇表我可以 墨鱼水饺是十元六个 别都是八元六个 好 收到 是不是应该先下饺子 这个对我来说 一点不太友好吧 你在里面抬不起头来 这是什么意思 先下饺子吧 给我 我在里面有点累 有点疲惫 怎么的 这个顶 他抬不起头 这个顶是根据谁的身高弄的 别怕从外面来 说我们偷偷一点 天呐 我这么高的帽子 好像都撞不到头 我天呐 好无语 现在也就适合我们俩 那我就当服务员吧 行 你当服务员 可以 你好 有客人 欢迎 还没熟 欢迎好了 我们的架还没有写好吗 这还没关系 你们先口述一下 我们是买饺子 有四种饺子 你们是本地人吗 不知道 今天下午 那就一定要来尝尝 这边最有名的 墨鱼或者霸鱼的食材 真的很好吃 霸鱼是多少 我们墨鱼是十块钱六个 别的都是八块钱六个 我都买霸鱼 好 六个霸鱼 这个可以要混合的吗 混合的 嗯 要混合的 多买点吗 好 可以混合 就 你要混合的吗 混合是六 混合十块钱 好好 我们要两份混合 两份混合 对 要两份 二十 好 来 大家可以坐位子上等饺子 然后我们这边记一下 你们坐 给你们送过来 来 走一走 瞧一瞧 看一看 尝一尝 买一买的 吃货达人角色铺 墨鱼馅的十元六个 黄花鱼八元六个 鲨鱼八元六个 韭菜猪肉馅八元六个 你们这边要吃什么 鲨鱼一份 墨鱼一份 十八 谢谢 好的 这桌付完了 这桌前还没付呢 八 三八二四加十 三十四 八 三八二四 三 三八 八二四 三四 墨鱼是十块 鲨鱼十六 三 二 十六 怎么办 我已经补不过来 快好了吗 没有 要加水 我们能成功吗 可以的 可以的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你好 完全不记得谁去电子 我大概记得 好 但他坐哪儿去了呢 开始有点颠狂了 好像可以吃了吧 我现在应该可以了 这个滚起来应该就可以了 好 我们先来六个鲨鱼的 好 滚了 好 破了 一 二 三 破了 好 可以了 这个一个可以了 来 你们的来了 好的 谢谢 谢谢 好好吃 第二份是什么 混合 混合坐哪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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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份混合是哪儿 两份混合是哪儿 那我们的 谢谢 对对对 是你们 混合的两份混合的 是是是 先一份 这还有一份 还有一份 谢谢 姐姐们好 好帅哦 是的姐姐 您好 希望你喜欢你画的歌 谢谢您 这筷子不给您递上 这服务怎么到位呢 可以和这个拍个照吗 那随时 来 真的 跟我说想吃什么 没有 这里没有筷子 没筷子 这么严重的事情 我马上 有什么需求 您好 三位 给我的筷子掉地上 掉地上了 不合适吧 我给你拿上新的 你这饭量得加一份吧 加一份 你看我刚才那叫服务 现在这叫推销 是吧 必须的啊 马上 苏老师 你刚才跟我们的 上一份脚子给要钱 我忘记还得收钱 我忘记还得收钱了 我忘记还得收钱了 咱们是怎么收钱来着 我点的单 都是直接付完钱 然后才给他们那个下单的 是我天真了 是我太单纯了 没办法 谁没有付钱 对不对 你们自觉点啊 咱们这个青岛的朋友 都是 没关系 我们都要镜头记录的 好 我们现在有绿色的了 好 真抱歉 久等了 两位妹妹 小心 十八 有点烫 慢一点 谁叫虾仁 对 谁叫虾仁 好了 全好了 来 韭菜来了 谢谢 谢谢 你们这边还差一份韭菜了 来 来 两位 谢谢 谢谢 还要吗 没有了吧 何大叔 我真是心疼 你真是很辛苦 辛苦辛苦 对 我好认真 我怎么这么认真 主要你的手没有停过 一直在煮在沉 对 我们要不要自己来一碗 对 我都没吃 有没有发现这顿一坐下来 特别踏实 感觉 我就完全没有跟任何人聊到天 来 来 朋友们 一起来干个杯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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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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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记录一家 所有人都付过钱对吧 来 来 我先吃点 对 我也觉得 我终于饿了 我这一天下来 真的 被你们的馒头塞完之后 根本就不饿 整个过程跌宕起伏 一会儿饿 一会儿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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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 我出去好饱 又累又饱 这霸鱼饺子 一定要来青岛吃 好特别 满嘴喷汁 很鲜 我应该是第一次吃海鲜饺子 但是我觉得爱上了海鲜饺子 没有大家想象的海的那种 腥味 对 它是很鲜的那个甜味 完美 完美 地方非常好 气候很宜人 美食很好 餐厅很棒 餐厅老板们都非常的实诚 这一次来青岛 又让我开演技了 因为我们节目组 这次选的餐厅都很厉害 尤其是我们都没吃到以后 觉得它更厉害了 更想去了 好多店是要再来一次 所以现在 应该公布了 很想知道我们的营业额是多少 好的 辛苦各位 现在我将公布各位今天的总收入 你们最终的实际营业额是1666块 是吗 是吧 好去所用的食材费用555块 以及打卡餐厅所剩的125块 最终赢的鲜鱼额是1236块 很多 天哪 这个是明天的经费对吧 明天把没吃到的重新吃回来 路线是一样的跟今天这次 没错 来 庆祝一下 对 对 成功了 说明算账还是算得很简确 其实今天所有人一起品尝了青岛的很多美食 特别是海味美食 学习制作了能包下大海的海鲜饺子 这里面想传达的是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 在海岸线上坐落着仅10座沿海城市 和数不尽的岛礁 不同的海域 相应的文化 滋养出了各种海产和烹饪手法 甚至最为体贴的食物和饺子 也能融到一起 这是因为一代代中国人追求鲜味的脚步 始终没有停下 从浪花朵朵到市井长巨龙式烟火 探看人间 感谢海洋无私的馈赠 也感谢带给我们鲜美食物的人脉 吃货男人尝尝吧 耶